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事件 由于兄弟聚集的冤魂众多 怨气也十分的强大 众人在路上便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车祸 险些丧身 这下众人不敢再大意 刚一落地便立即开始做法事 准备速战速决 然而就在法事筹备的过程中 一团黑气破空而降 不断阻挠着法事的进行 最后大多数人选择了离开 只留下了除了女主以外的五个驱魔师 分别是第一驱魔师 美女星降师 能预知未来的小学生 拥有天眼的作鬼师 以及工科男博士 很快众人就在公司会长的安排下 各自入住了自己的房间 到了晚上 男博士戴上高科技作鬼眼镜 结果发现自己的房间里到处都是女鬼 多半是因为男博士长得帅吧 第二天 众人开始分头行动去捉鬼 镜头来到了女主和男博士这边 男博士为了捉鬼 在自己的身上装了一大堆的设备 当地居民的举止也非常怪异 对捉鬼队的到来也表现得比较排斥 随后两人在一栋烂尾楼里发现了一个行迹可疑的黑衣人 于是赶紧追了过去 结果对方跑得太快 女主只在黑衣人待过的地方捡到了一个玫瑰盘烟头 二十年前 因为女主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做过新闻报道 女主特意向居民打听起了当年父亲在这里的情况 居民给了女主一个废弃的教堂地址 两人立即火速前往 两人在教堂里找到了当年的村长 并意外得知女主的父亲就是在这里死亡 之后尸体才被送到了釜山 女主在此之前一直以为父亲是在釜山去世的 第二天 女主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废弃的饭店 小学生运用自己特殊的能力率先发现了水箱里村长的尸体 很快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但是警察却以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做着记录 因为据警察所说 这已经是在当地发现的第五十具尸体 而且每一具尸体身上都找不到任何他杀或者搏斗的痕迹 警方也因此无从下手调查 随后女主河南博士回到村长居住的教堂里寻找线索 并在墙里找到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放着一则关于兄弟前海的沉船宝藏的报道 而撰写这种报道的人正是当年女主的父亲 可能是因为发现了这个秘密 女主的父亲才被人秘密谋害 晚上众人继续追踪调查 中途捉鬼师被毒气迷惑 误入了一个树林 在那里用天眼看到了无数的恶灵肆虐 黑衣人也再次现身 黑衣人非常惊讶捉鬼师能看到自己 紧接着便二话不说杀死了捉鬼师 另一边的小学生预知到了捉鬼师的死亡 立即带着众人来到了树林 但是由于捉鬼师的伤势太重 众人已经无力回天 很快警察赶来带走了捉鬼师的尸体 第二天 女主独自前去沉船地点附近调查 然后发现了在沉船中意外丧生的侍者墓碑 墓碑下埋着一把枪 这时有个神秘人突然出现攻击女主 女主奋力反击后侥幸逃脱 并赶回去和众人说起了这件事 随后星相师通过触摸女主带回来的枪 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但是由于受到恶灵的电磁波干扰 星相师无法再知道更多的细节 众人商量过后 决定明天去往电磁波的发源地寻找真相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就来到了墓碑所在地 也就是电磁波的发源地 通过再次在这里触摸手枪 星相师看到了沉船事故发生前的事 有人为了独吞船上的宝藏 用这把枪杀掉了所有在船上的人 那些人无故惨死后 便成为了恶灵聚集在这片地方 久久不散 接着众人决定前往海上沉船处调查 结果却遭到了现任村长的阻拦 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该村长就是之前出现的黑衣人 也就是抢夺宝藏的凶手 同时在死后成为了当地最强大的恶灵 为了继续掩盖真相 村长带着村民和众人展开了一场恶战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此人的尸体 重新加以封印 最后众人分头行动 再由其他人去引开那些村民 女主和男博士则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去找到尸体 随后两人趁着村民不在 迅速坐上船启程 神秘人再次出现阻挠女主 女主也在这时得知了神秘人的真实身份 原来神秘人是企业派来的杀手 因为女主手上握有企业很多的黑料 所以企业一直想方设法 在暗地里解决掉女主这个后患 知道真相后 接下来女主的战斗力飙升 一个人打趴了杀手 另一边和村民交战的其他人 渐渐体力不支 驱魔师被村长狠虐 眼看就要领了盒饭 关键时刻 女主潜水深入海底找到了村长的骸骨 并用事先准备好的法器定穿了骸骨 与此同时 被恶灵附身的村长肉体快速腐朽 为了阻止女主 恶灵变回了本体形态 朝着女主飞去 接着恶灵附身在了杀手的身上 并趁着男博士不注意 拔掉了女主的氧气管 女主却浑然不知 继续在海底寻找着其他散落的骸骨零件 很快女主找到了全部的骸骨 并用法器分印了骸骨 船上的恶灵在瞬间爆炸 浇散在了空气里 这时女主的氧气也开始供应不足 男博士也发现了被拔掉的氧气管 接着不顾一切地跳下了水 成功地救出了快要窒息而亡的女主 电影最后 兄弟的死亡诅咒被顺利解开 驱魔师们也深藏公于名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